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金融现象 中国ETF市场的资产在近年来出现了惊人的爆炸性增长 你能想象吗 2023年 中国ETF的年度总流入达到了6043亿元人民币 几乎是2021年的5倍 2022年的2倍 这种增长是在中国A股市场表现平淡的背景下实现的 主动型基金需求的下降反而让ETF市场大放异彩 尤其是专注替代能源和技术的主题ETF 晨星研究指出 监管机构推动的基金费用改革 也是推动这一增长的重要因素 截至2023年底 中国ETF总数已经达到了870指 其中股票产品占了96% 前三大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资产管理公司 一方达基金管理公司和华泰博瑞基金管理公司 更是成为了市场的主导者 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惊人增长背后的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 Financial Times旗下 Ignite Asia的文章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中国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行业的爆炸性增长 据陈兴研究数据显示 中国的ETF行业在近年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2023年 中国ETF的年度总流入金额 达到了6043亿元人民币 折合约83.3亿美元 这一数字是2021年1272亿元人民币流入的近五倍 几乎是2022年3872亿元人民币的两倍 这一高速增长也意味着 与2019年仅51亿元人民币流入 和2020年418亿元人民币流出的情况 形成了鲜明对比 根据这篇文章的报道 强劲的资本流入推动了中国ETF行业 在2023年底实现1.82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总量 研究人员指出 从2018年至2023年 总资产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40%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增长是在中国A股市场表现平淡的背景下实现的 这种市场表现拖累了主动管理基金的业绩 相反 中国的投资者则纷纷转向了主题ETF产品 尤其是那些专注于替代能源或技术的ETF 陈兴研究经理兼报告作者王婉达表示 监管机构主导的基金费率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使了这一现象的发展 随着基金公司削减大型广泛基础ETF的费用 更多资金被吸引进入这一市场 截至2023年底 中国的ETF总数已增至870只 其中股票产品占据了绝大部分 达到834只 相对而言 市场上仅有17只债券ETF 17只商品ETF和两只可转换ETF 股票ETF占据了总资产的大部分 并吸引了该领域的大量资金流入 2023年 股票ETF的总资产达到1.72万亿元人民币 占行业总量的94% 这些产品的增长 大致反映了整个ETF行业的发展趋势 尤其是在过去三年中 股票ETF年均流入达到了 5756亿元人民币 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 晨星研究将这一现象 归因于机构投资者 对广泛基础指数追踪ETF的强劲需求 如华泰博瑞CSI300ETF 易方达CSI300ETF 中国AMC 中国50ETF 加时CSI300ETF 和中国AMC CSI300ETF等 整个行业的集中度也颇高 前三大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资产管理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 和华泰博瑞基金管理公司 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占据领先地位 到2023年底 这三家公司占据了约46%的市场份额 其中中国AMC 以3922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 处于领先地位 占市场的21.6% 该公司在一年内 录得1524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入 较2022年增长了67% 其次是易方达 去年总资产为2569亿元人民币 占总市场份额的14.1% 华泰博瑞则拥有193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占ETF市场的10.7% 从多个角度来看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解读 首先 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来看 ETF之所以在中国市场获得 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主要原因在于其费用低 透明度高和流动性强 这些特性使得ETF成为投资者 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首选 尤其是在A股市场表现平淡的情况下 ETF成为了获取市场平均收益的有效工具 其次 从市场结构的角度来看 中国ETF市场的快速扩展 也反映了市场结构的逐渐成熟 业态基金的出现和普及标志着市场参与者的 理性化和专业化 特别是主题ETF的流行 显示出投资者对于特定行业和领域的关注和信心 如替代能源和科技领域 这也与全球市场的趋势相一致 进一步讲 从监管政策的角度来看 基金费率改革无疑是推动这一增长的重要因素 监管机构通过降低费用 鼓励更多的资金流入ETF市场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 还提升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然而 这一现象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 尽管ETF的增长令人瞩目 但其集中度较高 前三大资产管理公司占据进半市场份额 这可能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充分 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 尽管主题ETF吸引了大量资金 但其高波动性和集中度也带来了较高的风险 投资者需要更加谨慎地进行选择和配置 综上所述 中国ETF市场的爆炸性增长 无疑是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一大亮点 反映了市场结构的成熟和投资者行为的理性化 然而 市场的高级中度和主题ETF的高风险性 也提示我们 尽管市场前景广阔 投资者仍需保持警惕 理性投资 今天的六度解析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根据晨兴研究 中国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行业 在近年来经历了显著增长 2023年 中国ETF的年度总流入达到6043亿元人民币 约合83.3亿美元 这一数字几乎是2021年1272亿元人民币流入的五倍 并且几乎是2022年3872亿元人民币的两倍 这标志着与2019年的51亿元人民币流入 和2020年418亿元人民币流出的完全逆转 这种爆炸性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是股票策略的创纪录资金流入 和主动型基金需求的下降 2023年底 中国ETF行业实现了1.82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2018年至2023年间 总资产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40% 这种增长是在中国A股市场表现平淡的背景下实现的 A股市场的低迷 拖累了主动管理基金的表现 反而促使投资者涌向了主题 ETF产品 如专注于替代能源或技术的ETF 监管机构主导的基金费用改革 也促使中国基金公司削减了大型广泛基础ETF的费用 进一步吸引了资金流入 截至2023年底 中国的ETF总数已增至870只 其中股票产品占96% 达到834只 市场上仅有17只债券 ETF 17只商品 ETF和两只可转换 ETF 这些股票 ETF产品 在去年实现了1.72万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 占行业总量的94% 股票 ETF在过去三年中 获得了巨大的吸引力 年均流入5756亿元人民币 陈兴研究指出 机构投资者对广泛基础指数追踪 ETF的强务购买 如华泰博瑞 公司和华泰博瑞基金管理公司 在过去三年中一直位居榜首 截至2023年底 他们占据了约46%的市场份额 其中 中国AMC3922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领先 占市场的21.6% 该管理公司在一年内 录得1524亿元人民币的订阅 较2022年增长了67% 其次是以方达去年总资产为2569亿元人民币 占总市场份额的14.1% 华泰博瑞拥有193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占ETF市场的10.7% 这篇文章最初由FT集团旗下的 Ignites Asia发表 这是一个由FT Specialist 为资产管理行业专业人士发布的新闻服务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听众 有没有听到中国ETF资产的爆炸性增长 这简直就是金融界的奇迹 2023年 中国ETF年度总流入达6043亿元人民币 这比2021年的1272亿元翻了5倍 这就像是李小龙在短短几年内 从新秀成为世界级武术大师一样快 这一现象不仅显示了中国市场的潜力 还反映了投资者对主动型基金的失望 直接转向了收益更稳定的ETF 楚天书 你这么激动干吗 这ETF的增长有点像是喝了红牛的兔子 跑得飞快但未必有长远的好处 在每ETF增长的同时 我们也要看看它背后更复杂的背景 股票市场的表现平平 主动基金掉链子 投资者才不得不转战ETF 这就像是你去吃自助餐 结果发现主菜没了 只能凑合吃点沙拉 啊 谢琪琪 你这个比喻也太搞笑了吧 其实 ETF的快速增长是因为它们能提供更低的费用 更高的流动性和透明度 就像你在超市买东西 谁不想买既便宜又高品质的产品呢 再说了 监管机构主导的基金费用改革也帮助了ETF的发展 这不仅是投资者的智慧选择 也是市场成熟的一个标志 哟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ETF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一样 低费用固然吸引人 但你别忘了 ETF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风险 记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吗 那可是全球市场风险集中爆发的教训 如果大量资金都涌入几个ETF 市场亦有风吹草动 这些基金可能比你喝的奶茶还容易泄密 造成更大的市场波动 谢琪琪 你这么说就有点起人忧天了 市场风险哪个投资产品没有 ETF至少提供了更分散的风险管理 你说的风险集中问题 其实也能通过合理的投资组合和风险控制策略来应对 ETF的透明性和及时交易特性 反而让投资者能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 总之 ETF的爆炸性增长不是偶然 是市场和投资者智慧的体现 好吧 楚天书 你赞成ETF的不错 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ETF在当前的环境下确实吸引力大 但投资者也需要多元化投资 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就像你吃饭 光吃一道菜肯定不够 还是要搭配均衡的营养 ETF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能简单地认为 它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挨压 讲到中国ETF 交易所交易基金 这个话题 简直就像是看到了一个新出炉的黄金大饼 看的人口水直流 根据陈兴研究 这个市场最近几年真的是爆炸性增长 2023年 中国ETF的年度总流入达到惊人的6043亿元人民币 约合83.3亿美元 这可比2021年的1272亿强了不是一星半点 是5倍 这种增长速度真的是让人怀疑 是不是ETF搞了什么增积粉 这份研究报告指出 这种增长的背后有几个原因 首先 股票策略的资金流入创了记录 这就像是给ETF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再来 主动型基金需求的减少 让更多的投资者把目光转向了ETF 你知道 主动型基金就像是一个大厨 每天要精心烹饪 而ETF就像是一个自助餐 选择多 费用低 还不挑人 这样的优势自然是吸引了大批投资者 而且中国的监管机构也不甘寂寞 主导了一些基金费用改革 让ETF的费用更低 这就好比是超市大甩卖 价格实惠 自然吸引了更多人来购买 陈兴研究经理王婉达表示 这些政策改革进一步促进了资金流入 这一点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些政策的威力 截至2023年底 中国ETF的总数已经增至870指 其中股票产品占96% 一共834只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股票ETF就像是一支支投资大军 工程略的 所向披靡 这些产品在去年实现了1.72万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 占行业总量的94% 股票ETF的增长反映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 平均每年有5756亿元人民币流入这些股票ETF 这种吸引力简直像是一个磁铁 让人无法抗拒 这些ETF产品能够吸引这么多资金 还要感谢那些大金主 机构投资者 他们大量购买那些广泛基础指数追踪的ETF 比如华泰博瑞CSI300ETF 易方达CSI300ETF等 这些大机构就像是投资界的巨无霸 他们的每一次大手笔交易都能让市场震动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市场的三巨头 中国资产管理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和华泰博瑞基金管理公司 这三家资产管理公司就像是这个行业的三座大山 掌控着约46%的市场份额 中国AMC以3922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领先 占市场的21.6% 易方达和华泰博瑞也不遑多让 分别占据14.1%和10.7% 这些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就像是足球队中的前锋 总是能射门得分 引领市场的发展 总的来说 中国ETF市场的这种爆炸性增长 不仅是市场需求和政策改革的结果 更是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努力的成果 不过 未来这个市场是否能持续这种高增长 还有待观察 毕竟 投资市场从来都是风云变换 一不小心就可能翻车 但是 这一切也使得这个市场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机会 真是既刺激又让人期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